你看底下的问题 请问你要偏移的距离多少 距离要多少 向上多少 就是45 所以就输入45 我要向上45 OK Enter 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的物件 我要哪个物件 就这个物件 这条线请你帮我把它往上丢上去 垂直 因为偏移一定是垂直方向 或者水平方向 所以我就把它选它之后 然后往哪个方向 选了这个线之后的话 再往它的上面的方向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是距离 第二个是选你要偏移的物件 第三个就是给方向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条线就出来了 那不就会有个焦点 那我们如果把三条形画出来就很简单 因为有个焦点我就可以怎么做 这边点过来 然后看到焦点 然后再把它连过来 最后呢按空白线结束掉 那这个 这个跟这个不就可以怎么样了 不要掉 不要就把它删除掉就好了 那这样不就可以把这条线呢 这个图画出来 有没有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标一下 标注一下就可以 标注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类似跟刚刚一样 就是线性的话呢 就是标这边到这边一定是100 然后再标注一次 那垂直的话也是线性的 所以这个最高点 再到这个点 你就标垂直的 有没有 你这条线你不是标那个这个对齐式 否则你标对齐式的话就不会是45 那这一条这个斜斜的 这个斜斜的部分呢 才是标什么呢 标这个对齐式 85 OK那这一题就算完成了 OK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